由于泰国旅游业较为发达,配套较为健全,非常适合短居旅行生活 这期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在泰国订购短期公寓,以及注意事项 在泰国一周以内的短期公寓出租属于违法行为 一周以上的短期公寓出租在合法范围之内 泰国公寓的短搜平台主要是在爱比云上面 大家可以在爱比云上选定旅行的城市,以及您青睐的地区 搜索到这个地区的公寓之后,您可以详细地查看苏克的评价 大家一定要仔细去看苏克的评价 泰国的爱比云房屋出租上的信息较为真实 刷单的情况并不是特别严重 如果您携带宠物或者是有特殊的要求 可以先在爱比云上和房东进行沟通 再预定您所喜欢的房屋 虽然屋主标明了可以携带宠物 但是有些公寓它是禁止携带宠物的 所以如果您入住这样的公寓就会造成一些麻烦 我们在这次旅行当中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对于一个月以上的房屋预定 价格基本上都可以优惠30%到40%左右 这个价格可以和屋主进行协商 大多一个月以上的房屋预定都不包含水费和电费 以我们所预定的房屋36平米 一室一厅一个月的水电费共计1000株左右 也就是200人民币 另外有一部分屋主对于一个月以上的订单 会要求支付押金 我们可以尽量选择不需要押金的公寓 如果公寓是您非常喜欢的需要押金 那么尽量和屋主把押金压低在最小的范围 如果您预定短期旅行超过一个月 那么是否需要单独交水电费 以及是否需要产生房屋押金 要在您支付款项前和屋主了解清楚 您与屋主协商的是否有押金 是否有水电费 包括款项支付 相关的任何关于房屋预定的问题 尽量在爱比赢平台上进行沟通 如果出现纠纷 那么您的聊天记录也可以作为一个依据 我们预定了两个月的房间 到达之后发现房屋的图片与房屋实际不符 由于保留了完整的聊天记录 所以通过爱比赢也进行了协商 并且完美解决了这次问题 这次旅行的目的地选择的是巴提亚 关于巴提亚两个月的生活体验 会在下次视频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公寓 是属于巴提亚的水系公寓 在巴提亚的公寓当中 属于中等偏上一点点的定位 我们第一个月的预定是在平台预定 预定的价格是1350泰铢 第二个月是直接和房东预定 房东减去了爱比赢平台的中介费用 一个月的房租是1万泰铢 我们这间房是有 押金 押金是3000泰铢 巴提亚的水系公寓 可选性非常多 由于我们携带两只猫 我们的选择一地比较小 大家不携带宠物 可以选择更新一些的公寓 和这个公寓档次相仿 房租的费用大致在1万到1万5千泰铢 如果是按年整肃 那费用应该还会低到20%到30% 大家下次见